哈喽宝贝们 我现在已经决定要抛妇产了 所以我再个两天就要进院住院了 今天我们出来放风 我的头发现在太长了 然后洗很不方便 我就决定把它再剪短一点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一个商场里 决定先吃点东西 然后再去领发再干点什么吧 本来想去看电影 那我感觉有点吵 所以不一定能去 好吧 我们先去吃点好吃的 先吃一个芋泥麻薯 啵啵吐司 超级健康全是菜的麻辣汤 反正没有吃过麻辣汤了 来走煎饼 吃饱了开心 很快乐嘛 应付生活 快要结束了 家人们来剪头发了 托你老师再给我设计 我剪完了 咋样 挺好 我从理发店出来了 没敢说 坐在理发店 我想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觉得很显成熟 果然没有人笑着的 从理发店出来 我想哭 他还给我剪成这样啊 真挺好的吗 真挺好 我一个孕妇 他就这么气急我 真挺好 真挺好 反正我就要坐月子了 你剪头不就是为了 坐月子出回点盘 不要那么长 拉着拉盘的 但我也想好看呀 挺好看的 我跟你说 其实头发短了 就得染一下 或者是做造型 好看的 我感觉 我剪完这个头发 我更想预付了 有一种知性美 我准备回家了 我没脸见人了 金平常看我剪的头发 他说 啊挺好的 这样就好喜好吹了 他只是为了这个 他也不说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 回家了 帮宅姐妹们 大家剪头 还是要谨慎一点 好看 谢谢观看